她是柯南里悲情的新娘,但她也是最幸运的新娘 这一集里,原子大小姐化身名侦探,破解了凶手的犯罪手段 甚至本集也是柯南发售二十多年来,唯一提到未来的一集 大家好,我是马刀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六月新娘杀人事件 某一天,小兰以及原子带着柯南来参加一场婚礼 婚礼的新娘是他们中学时的音乐老师苏本小百合 原子在现场还是日常嘲讽 阴痴的新衣居然不敢到现场 只见柯南用怨恨的眼神盯着她 如果原子没有制作所关怀的话 恐怕这时候已经被诅咒了吧 要知道柯南出身夏威夷训练营 各种技能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她学不到的 但唯独音乐这块竟然是天生的绝对阴痴 国中三年可没少被这位音乐老师欺负 所以对于松本老师一直来说是敬而远之 但当柯南随着小兰一起来到老师面前时 虽然嘴上都说 但心里还是被老师的美丽给震撼到了 小兰转头就拿出了摄像机 想要为老师记录下最美的时刻 就在他们兴致勃勃的聊天时 松本老师的好闺蜜 一美小姐手提着两罐柠檬茶走了进来 这让柯南回忆起 老师对于柠檬茶的爱 十几年如一日 甚至上课时也不忘来一瓶 不过老师喝着喝着 却突然愧疚了起来 原来今天的新郎 居然是一美小姐的前男友 虽说一美小姐已经释怀 但还是那条真理 防火防盗防闺蜜 一美小姐离开后 原子不客气的拿过了剩下的一罐 这时一个刀疤男突然闯了进来 小兰和原子都给吓了一跳 原子甚至更叫嚣着 让小兰将这个大星星甩了出去 哪知道 木木警官从刀疤男身后冒了出来 原来这人是木木的上司 警事厅的厅长 同时也是松本老师的父亲 松本清长 警长前来再次询问老师 丈夫的人选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 毕竟警事厅里年轻的小伙还很多嘛 随后这位老父亲就被女儿狠狠的训斥了一番 好像看到了毛利家的翻版 委屈爸爸的老父亲只能吐槽 都这么大的 还在喝甜甜的柠檬茶 散美了几句女儿后便离开了房间 然后又来了一个自恋狂 也是老师的学生 梅公 他送给了老师一束鲜花之后 又极其风骚的在老师的柠檬茶吸管上 打了一个蝴蝶结 向老师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慕 只不过这个爱慕有点油腻 让人无法消化 随后他离开了房间 这时小兰突然发现 摄像机的电量不足 而自己还没有带备用电池 将摄像机放在椅子上之后 和原子急匆匆的跑出去买电池 柯南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看房间里只剩下柯南 闲着没事的老师就调戏了起来 因为松本老师觉得 他长得非常像小时辈的心意 之后还告诉他 之前之所以喜欢欺负新衣 是因为对方长得很像自己的初恋 原来松本老师小时候 自家附近开面包店的小男孩 经常在松本老师被欺负时帮忙出头 还经常拿柠檬茶给松本老师喝 但因为当时年龄太小 直到对方搬走 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因为忘不了他 所以自己也将喝柠檬茶的习惯 保留了下来 因为柠檬茶会让自己堵似人嘛 柯南内心无比握法 因为一个没见过的人 自己就无缘无故的被欺负了三年 这时又有一个男子被推了进来 原来是松本老师的新郎 俊彦 一进门便和松本警官一样 开始吐槽起柠檬茶 恰好买电池的小男原子归来 原子很惊讶 没想到高山集团的集成人竟然是松本老师的爱人 这家伙妥妥的富二代 原子还顺便向旁边的小男吐槽 这个人优柔寡断 不怎么靠谱 甚至还有人说 集团将会毁在他的手里 还没等原子说完 松本老师就向三人撒了个狗粮 然后便有人来通知 典礼即将开始 松本老师让众人先行离开 自己随后就到 但众人刚刚离开 屋内传来了倒地的声音 众人急忙赶回 推开房门却发现 老师倒地不起 嘴角流出的纤细 染红了美丽的护士杀 迅速赶到的见证科表示 柠檬茶里混入了轻氧化甲 所以松本老师才会中毒 只能说柯南里都是非人类 轻氧化甲都能够轻松缩下 细心的柯南发现 柠檬茶里有一物 仔细一看 竟是溶解了一半的胶囊 看来 犯人将毒药装进胶囊后 再投放着柠檬茶 这样就能很好地模糊犯罪时间 木木警官瞬间智商上线 表示只要测试一下 就能够知道 胶囊融化所需要的时间 并且对小兰和众人表示 你们都是嫌疑人 全部不准离开现场 这下柯南可就不高兴了 指了指旁边的松本警官 他算不算呢 他也来过 并也接触过柠檬茶呀 将上次定为嫌疑人 这可把木木警官吓得瑟瑟发抖 好在松本警官很自觉 这让木木松了口气 小兰突然提议 可以看一下摄像机呀 原来椅子上的摄像机 一直都是开着的 请问说好的电量不足呢 虽然摄像机清楚地拍下了 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但木木中人看了好几遍 都没有找出问题所在 只知道在场的诸位嫌疑人 都碰过柠檬茶 时间很快来到了傍晚 木木警官人都快钻进电视了 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新郎却在编剧的强行加细下 说出了自己小时候 有个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女孩 自己总是在对方被欺负时 挺身而出 还经常偷家里的柠檬茶给他喝 可惜自己连他叫什么都不知道 一声长叹的 本集不是推理句 而是韩句 这时见证科带来了检验结果 胶囊融化的时间 差不多是15分钟左右 木木警官推算 这样的话 投毒时间应该在下午1点半左右 原子当即表示 就是松本警官进来之后 原子这是和木木有仇啊 铁了心把木木往虎堆上腿 好在见证科及时补充 他们发现柠檬茶的罐子上 并没有松本警官的指纹 这就奇了怪了 松本警官还亲自打开录像带 给见证科众人看 柯南也觉得好奇 于是便上前开始自己观察录像带 果然发现端倪 柯南发现 医美小姐买了两罐柠檬茶 原子跑出去的时候 并没有带走自己的那罐 但录像带里却只发现了有一罐 柯南立刻跑去问 见证科的大叔 罐子上是不是只少了松本警官的指纹呢 见证科表示 罐子上也没有这个人的指纹 只能说 这位大叔这种说一半留一半的习惯 没被辞退真是万象 这时又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警员在走廊里发现了一个玻璃瓶 瓶里还装着干燥剂 应该就是凶手用来装毒品的容器了 轻氧化钾只要放在空气中 并吸收水分 就会变成液态的剧毒 再加上融化了一半的胶囊 柯南明白了一切 由于毛利大叔不在 本级的工具人只能是原子大小姐 从始至终 大家都被误导 那就是认为 犯人投毒的时间是 老师毒发前的15分钟 对方实际上将轻氧化钾 以及未完全融化的胶囊 分开投放 胶囊放进去的时 已经是不完整的了 所以啊 大家计算的投放时间 始终是错误的 说完就直接上证据 还是刚刚的那段录像带 木木在被提醒的状态下 仔细观看 原来屏幕上 柠檬茶标签的方向是反的 原子出门时 随手将自己柠檬茶 放在了桌上 柯南介绍说 录像里我们只看见了一罐 那是因为两罐柠檬茶 非常巧合的重叠在一起 松本老师之后再拿起来的 其实是原子的那罐 而证据 那就让见证科再查一下 没下毒的那一罐 是不是有现场所有人的指纹 也就是说 凶手是在松本老师 拿错了柠檬茶之后才下毒 那么下毒的 就只有可能是这两个人了 但放置毒药的容器 却在走廊的垃圾桶里被发现了 这就否定了老师自杀的可能 因为松本老师 从始至终 没有走出过这个房间 所以凶手只能是你了 新郎 俊艳先生 松本警官立刻气势雄雄 冲上去抓住新郎 大声质问 而新郎 为了让二十年前因办案支持自己母亲车祸 却又见死不救的松本警官付出英勇的代价 当年的他只顾办案 不顾自己母亲的生死 假如他当时愿意停一下 母亲根本就不会死 松本警官随即露出了残悔的表情 表示自己当时确实没在意 事后也去寻找过俊艳一家 但已经搬走了 原来俊艳在母亲死后 就被高山家收养 直到七年前才发现女友的威蜜 居然是仇人的女儿 心中复仇的火焰瞬间燃起 所以他仇化了这一切 他觉得松本老师也只是看上了高山家的财产而已 听到这儿 愤怒的一美小姐冲了出来 给了他一巴掌 说出松本老师就是他挂念的那个柠檬茶女孩 其实松本老师什么都知道 包括当年的意外 这让俊艳严惊讶 这说明松本老师是心甘情愿 喝下了被下毒的柠檬茶 这让他瞬间崩溃 好在最后又有一个警员冲出来报告 松本老师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俊艳也在最后流下了摘毁的泪水 两个月后 松本老师成功出院 而俊艳当时因为老师是自愿喝下的毒药 所以也减轻了罪行 老师依旧爱着那酸甜的柠檬茶 而让人想不到的是 老师在三年后居然还是和俊艳结了婚 话重点三年后啊 柯南居然知道三年后的发展 也就是说 起码在三年之内都没有办法变回新衣了 但是俗话说啊 流水的柯界日新月异 铁打的半年永不过去 25年过去了 作者还嘴硬的说 柯南事件只过去了半年 想要完结 不计要等下位 好了 这一期的案件就说到这了 想要回顾更多柯南经典案件 还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马桃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